这个老板有点怪 等所有客人走完 他慌忙将墙上的价格排摘下来 擦掉上面的价格 将8元改成5元 价格不增反降 因为接下来 店里要迎接一个特殊的客人 大年30这天 老刘一家在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后 打算关门打烊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男孩来到面馆 可不可以买一碗热汤面 老板娘看向丈夫 大过年的来人都是客 丈夫示意女人进来 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你们请 老板娘热情招呼几人进来 可三人只点了一碗面 就一碗汤面吗 一碗汤面 有的 汤面一碗 老板娘贴心问道 大过年的也不加两个菜 可女人却面露尴尬 老板似乎看出了女人的窘迫 一声不吭往锅里又加了一把面条 母子三人一脸忐忑地等待着 撒上一把葱花 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端了上来 来一碗汤面 谢谢啊 吃吧 两个孩子狼吞虎咽起来 其中一个孩子抬头问道 妈 你不会吃啊 妈不喝 看着三人才吃一碗面 老板娘忍不住和丈夫打去 老板却劝她别说了 既然开门做生意 来者都是渴 不到两分钟 弟弟就将整碗面条给吃完了 连口汤都没有留下 哥哥不禁怒斥道 谁让你吃那么多了 妈还没吃呢 一旁的妈妈连忙阻止 并贴心地问弟弟吃饱了没 弟弟也是一脸委屈 表示自己还没吃饱 女人文言有些哽咽 看着母亲伤心的神情 懂事的哥哥说道 妈 等我以后挣钱了 我让你们天天都吃面条 女人深情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儿子 感到深深地内疚和自责 她强忍泪水安慰道 不就是一碗面条吗 你俩要是乖 妈以后还带你们来吃 说完便喊来老板结账 哎 有的 不快 女人放下钱 带着儿子转身离去 街上的小孩都在玩着烟花 和这一家三口那落幕的背影 形成鲜明的对比 转眼间 一年时间过去 面馆老板在送走客人后 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这里 与上一次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老板娘 没有了之前的姿态 反而是热情地将三人迎进来 而女人脸上 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次 她依旧指点了一碗汤面 看着三人幸福的面容 老板和老板娘商量 这大过年的 给他们做三碗面 可老板娘却不赞成 这样做只会伤了女人的自尊心 不如一碗面里 煮上三人的分量 老板一想也是 于是煮面低时候 多加了两份进去 夫妻俩露出默契的微笑 端上来的依旧是一碗汤面 可这次 三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确实挺不容易 夫妻俩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孩子们表示面条真好吃 希望明年还能再来 妈 我们明年一定能来 对吧 是 这个女人每次带着孩子到面馆吃饭 都只点一碗汤面 而老板不仅主动降价 还声称他们是自己的财神 女人跟往年一样 在大年三十这天 带着两个孩子出现在面馆 还是只点了一碗汤面 但是这次 老板知道他们的难处 主动加了一人份的量 两个孩子都吃得饱饱的 女人也有幸吃了两口面 可哥哥的一句话 点醒了女人 妈 我好像发现今年的面比去年的多 女人明白 这是老板对他们的善意 结账时直接递给老板娘十元 可老板娘坚决不收 阿姨 你就拿着吧 阿姨 今天面太多 您就收下吧 多话子多 鸡根面 女人实在拗不过老板娘 临走前 带着两个儿子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次的巷子 不再显得落寞 而是洋溢着喜悦 转眼间 又到了年三十这天 刚送走最后一波客人 老板就连忙转身回到屋内 将价格牌拿了下来 把数字8改成了5 随着物价的上涨 汤面也已经涨价了 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一会儿就会迎来三个特殊的客人 老板娘打拒道 老板笑着说 他们可是自己的财神爷 每年来送元宝的财神爷 话音刚落 女人就带着两个儿子来了 女人满含歉意地表示 今年他们来晚了 老板娘笑着说道 一点也不晚 正好等着在 今年两个孩子一人一碗 不用再抢着吃 老板照例多煮了一份面 撒上葱花 满满当当两大碗端上桌 两个儿子抢着让妈妈尝一口 这是三年来 女人第一次吃到面 妈妈好吃吗 好吃 她非常开心 不由地说道 汤面真的好吃 怪不得你俩每年都要嚷嚷着来吃 女人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孩子的父亲 在两年前去世了 家里还欠下一笔外债 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 这两年来弟弟每天送抱赚钱 哥哥每天洗衣做饭 两个年幼的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三人的努力下 现在所有的欠债都还完了 眼看好日子就要来到 三人互相加油打气 接着哥哥告诉女人一个消息 就在前两天 她背着自己 去替弟弟开了一次家长会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家长会上 男孩写了一篇作文 温暖了所有人 为了很耐 妈妈从早到晚拼命工作 那年的那月三十一的晚上 工作很忙 等妈妈已经回家很晚 她不让我做饭 都带我和哥哥吃口热乎可口的 我们屋子三人走了很远 之后到了临街的小馆 原来男孩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作文 这每年除夕夜的一碗汤面 和一句温馨的祝福 才是让这母子三人 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老板娘听到这个故事后愧疚不已 她自己先前还有看不起人家 没想到简单的一碗面 却是这一家人的救赎 而这个故事 也成了十里八乡的美谈 每年的除夕夜 都会有大量的客人慕名而来 而面馆里 一直都会流出一张桌子 等待母子三人的光临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转眼间已经十多年过去 面馆老板依旧微笑着 接待每一位客人 年三十这天 像往年一样生意异常火爆 可突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整个面馆瞬间静了下来 来人正是当初的母子三人 与当初相比 完全判若两人 弟弟刚大学毕业 哥哥留学刚回来 老板闻言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连忙将仨人迎了进去 面馆老板的善念 让这一家三口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而这一家三口的故事 则为面馆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心存善念 也许你那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关怀 表面看微不足道 但却能给别人带来无限的光明